大家好,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罗布奥特曼最新的变身器玩具 罗布陀螺 还有四个罗布水晶 还有奥特曼的软胶玩具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罗布奥特曼的变身器 罗布陀螺 这里面有一个变身器 还附赠了两个奥特曼水晶 背后是玩法介绍,一共有三种 第一种是变身音效 第二种是必杀劲音效 第三种是装载其他的奥特曼和怪兽胶囊 进行召唤的玩法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打开之后有一张说明书 然后是罗布陀螺 拿起来还挺重的 还有附赠的泰罗奥特曼和银豪奥特曼的罗布水晶 这次的变身器做得有点像是腰带型的 那中间这里是装载罗布水晶的地方 黑色的看起来好酷啊 背后这两个是用来拉动的手柄 那玩的时候要拉动它们 这里是喇叭的位置 让我们来装载电池 用的是三颗小号的电池 然后这里是开关的位置 按下开关这里会发光呢 这次的罗布奥特曼一共有四个基本形态 分别是蓝色的布鲁奥特曼和红色的罗索奥特曼 然后再通过交换水晶来改变身体的颜色 让我们来看一下罗布水晶 这是银河奥特曼的 它拥有水元素的力量 可以借助它 变成布鲁奥特曼和罗索奥特曼的月水形态 背后有三个蓝色的支架 把它们打开之后 这个水好像发出的是蓝色的光呢 然后是拥有火元素力量的泰鲁奥特曼 它背后的支架是红色的 火字看起来好像发出红色的光呢 这是欧布奥特曼重光形态的罗布水晶 那这是黄金的版本 中间这个字是圆的意思 它是紫色的 这是火炎古兽的怪兽水晶 它是魔属性的 那可以用这个怪兽水晶来召唤怪兽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一下它们的音效 首先 利用泰鲁奥特曼的水晶 来召唤罗索奥特曼的火焰形态 那装载的同时 黑色的地方会弹开哦 这是待机的音效 拉动三次手柄 我们就可以听到罗索奥特曼火焰形态的变身音效了 然后再来拉动三次 就可以发动罗索奥特曼火焰形态的必杀技 必杀技叫 接下来 我们要利用银奥特曼的变身水晶 来召唤布鲁奥特曼的夜水形态 这时候 又打开一个支架 我们要利用银奥特曼的 связ量 暇开 毒 毒 文字的部分会发出不同的光呢 接下来是发动必杀技的音效 他的必杀技叫AQUA STOLEUM 那交换水晶会怎么样呢 布鲁奥特曼获得了泰鲁奥特曼的力量 变成了火焰形态 接下来是发动必杀技 罗鼠奥特曼通过交换水晶 也得到了银奥特曼的力量 变成了月水心态 接下来是必杀技的音效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下 欧布奥特曼的罗布水晶 会有什么特别的音效呢 是重光形态的变身音效 再拉动三下 原来这就是欧布奥特曼的特殊音效 那你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怪兽水晶的音效会是怎么样的呢 让我们用怪兽水晶来召唤火焰古兽 那读取怪兽水晶的时候 是不需要打开支架的 原来怪兽水晶的代机音效 是这样的 它有点像是怪兽的叫声呢 那它只有召唤音 并没有必杀技的音效呢 那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最新的罗布奥特曼变身器 罗布陀螺 那个人的感觉呢 这次的罗布变身器光效特别的棒 而且啊 软胶做得非常的好看呢 但是 这个罗布水晶的音效不是很够 比起接的奥特曼 接的奥特曼的胶囊 有召唤音 必杀音 还有变身的音效 这次的罗布水晶 只有召唤音 并没有必杀技的音效 所以啊 个人感觉它的音效比较少呢 这次罗布陀螺的体验非常的好 它用两只手来拉动 拉动的时候 中间的圆盘还会转动 并且发出七彩的颜色 看起来很酷呢 然后 罗布水晶非常的轻 这次的软胶 形态非常的多 每一种属性都有两种软胶 它们的名字记起来非常的难呢 那你们觉得 这次的罗布陀螺和罗布水晶 还有它们的软胶怎么样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